脑机接口能干什么 是能够像阿凡达里面那样 把自己的心智移植到另外一个生物体上 然后随心所欲的操纵它的身体和感知吗 还是能像黑镜里一样 通过它来方便的读取监控 甚至是过滤大脑所接收到的信息 或者是像记忆大视面一样 能够下载保存上传记忆 哪怕这个记忆原本并不属于你 这些都已经够科幻了吧 但Elon Musk的Neuralink告诉我们 请再大胆一点 与人工智能共生成为超人实现永生才是目标 当然那是终极目标 我是人称百科悬数的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Elon Musk的脑机接口 Neuralink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跟别人家的产品有啥区别 从嘴上承诺到实际落地之间 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简单来说 Neuralink就是将电极和芯片 以侵入式的方式置入到大脑当中 毒血神经信号 实现脑机之间的闭环控制 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分别是侵入式 毒血和闭环控制 我想要特别来解释一下 先来说轻入式 这是一种采用开颅的方式 将采集信息的接口 直接插入到大脑挥制里面的方式 它的优点是可以获取质量较高的 神经信号 而缺点则是容易引发免疫反应 和预伤组织的生长 从而导致信号质量衰退 甚至是消失 另外肉眼可见的缺点 还有开颅手术所要面临的风险 以及意外 不想要开颅吗 那就用非轻入式 只要戴上一顶附着了大量信号采集器的帽子 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方式方便了 但由于颅骨对信号的衰减作用 和对神经元发出的电磁波的分散与模糊效应 导致它所采集到的信号质量不高 分辨率不够 很难确定信号源的具体位置 有种美毛胡子一把抓的感觉 作为科技狂人的Elon Musk 怎么受得了低分辨率的low tech呢 所以自然是要采用前一种侵入式的 而它是这么化解其中的缺点的 首先Neuralink采用的是一种极细极柔软的电磁丝 来插入大脑的 它们每一根的宽度只有4-6微米 大约是普通人头发的1-20 可以随着大脑的微小活动 而活动从而减少带给大脑的损伤 另外在每根这样的细丝当中 又包含了32根电磁 这些电磁将自己用于接收信号的尾巴 从上到下排成一串伸出细丝 于是密度也就比传统电磁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来到了3072个的水平 可以提取出质量更高来源更多的神经信号 其次把这么多这么细的电磁丝 在短时间之内安全准确的置入大脑 Elon Musk靠的不是人手 而是机器 这是一种像是把显微镜和缝纫机 结合在一起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能够以微米级的精度 自动的将电磁丝置入到大脑里面 并且在此过程当中 自动避开表面血管 瞄准特定的脑区 完成一次手术 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不是 说几乎是因为目前的手术 还是需要在头骨上 钻开一个直径大约为8毫米的孔的 但不用担心这个孔影响了外观 因为孔的大小 就正好等于置入芯片的大小 手术完成 只需要把芯片往上面一盖 就不见踪迹了 去年 这个可以同时记录放大 并数字化3072个电机信号的芯片 还是用USB-C口来传输数据和供电的 但在前段时间 Elon Musk用三只小猪来做的演示里面 已经被换成了更方便的蓝牙连接和无线充电模式了 不仅能够更加自由的放飞自我 从一次电之后 也能够缓腾的跑上一整天 看起来成熟度越来越高 但它现阶段能干些什么呢 从演示里面看 只能比较准确的预测小猪的动作而已 也就是说 读取的模式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么写呢 可以写入一段命令 让小猪表演一个打滚吗 显然不能啊 否则按照Elon Musk激进的做法 没有理由不给我们看的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就像我刚才标出来的关键词一样 闭环控制 指的是信号从大脑中提取出来 反映在外部世界上 然后跟外部世界发生交互之后呢 再反馈回大脑的过程 它看似简单 却是所有脑机接口的公司都想要达成 但在现阶段连个下手的地方都找不到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大脑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认知 刚才我已经说了 Neuralink 3072个植物电机已经是目前之最 但我们的大脑神经元有多少个呢 最新的估计数字是86亿 而且还是最新的研究 我们的智力来源并不是之前所认为的神经元的数量 而是每个神经元之间由突出所纠缠起来的复杂连接 它们有多少呢 有一个非常夸张 但应该也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说法 一立方厘米的脑组织里面的连接数量 就多得跟银河系里面的恒星一样多 所以我们连读取和记录足够的神经信号都还差得远 那更不要说去理解它们了 以来举一个例子 如今已经在人体和猴子身上实验过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方案 尽管都能使它们掌握用意念来喂饱自己 但是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而且人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还更长 控制精度还反而更低 这种尴尬正是源于人脑的复杂性的 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能够尽量让植入脑类的电机 只接触到负责相应功能的脑区 但脑区的功能就根本不是纯粹和单一的 而是具有多任务性和多样性的 比如运动皮层 常被认为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脑区 但其实它还广泛参与到其他的任务当中去 这是多任务性 而且参与到其他任务的深入程度和复杂程度 在不同的个体当中表现均不相同 甚至是迥异的 这是多样性 显然人脑比猴脑的多任务性和多样性都多了去了 所以脑机接口的读取效果自然还不如猴子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闭环控制里面的闭的部分 也就是将外部世界的信号写进大脑 它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将外部信号准确地编码成神经信号 再由神经信号转变为我们的意识 所以在编之前 你得需要知道码到底是什么吧 比如摸到柔软的皮肤 给你愉悦的感觉的码是什么呢 我们并不知道 在把神经信号对应到意识之前 你得要知道意识是什么吧 我们也不知道 既然都不知道 那还要怎么玩呢 中文人Elon Musk光芒四色 但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学发现之上的 这一点它也无法改变 所以回到现实 我们暂时不要去考虑什么意识下载 记忆操纵和数字永生 就说说Neuralink 还有其他一些脑机接口 在可见的未来能够真正实现些什么吧 个人认为他们至少可以为残疾人士带来福音 帮助他们更好的康复 和更好的实现部分运动功能的替代 可以帮助神经系统受损的人 比如电线患者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在发作前提出预警并适当干预 可以帮助失眠患者解决睡眠障碍 可以帮助患有学习障碍的人集中注意力 可以帮助需要执行特殊任务的人 获取强化的记忆力和学习力等等 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有些时候只是我们自己太贪心了而已 我是火箭书 关于脑机接口 还有它未来的应用展望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关注我 然后留言来参与讨论吧